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福界其中一个我们要面对一个大的挑战 就是香港的老龄化问题 香港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已经去到145万 占了我们人口差不多五分一 所以对于安劳服务的需求是很大的 固然我们自己在香港的范畴之内 就用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无论是建院社 做社区的居间安劳 人手的配置 资源的投入 用乐龄科技 我们都会尽我们所能去做好它 但是另一个当作我们去解决安劳问题 就是用好达湾区的机缘 现在大湾区有这么广大的地方 大湾区的很多远舍 其实它的设备都很完善的 我们都希望探讨如何更加用好大湾区 令到有兴趣想去大湾区安劳的香港人 都可以去 这个过程当然要解决这样哪样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有国家的政策支持 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决心 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好的路径 这个就是安劳 另外今天我们也觉得 秉承着二十大精神 香港在社区方面 起步是比较早一些的 你会看到我们的事做得比较精细 我觉得我们可以和大湾区 甚至国家其他城市 都更加多的交流合作 我们将我们的经验和他们分享 也都好好学习国内一些好的经验 这些都可以做到香港和我们之间 用一个互相勉励 互相学习的精神 令到各自学对方的好处 希望做得更加好 香港优势就是背靠祖国 电通世界 祖国这么大 大湾区和香港是直接 这山大水是相相连的 所以对我们的福地效应 就更加大 香港要吸引人才 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机遇 大湾区的发展 正正对于很多想在 用香港作为一个基地 福射去大湾区 甚至更广阔的祖国大地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再加上我们今年在 抢人才方面 推出了很多新的导师 包括最新的高才通 高才通 对于在各地 百强大学毕业的 或者他年生高过250万的 都是欢迎他们来香港发展的 所以我觉得是相互相成 另一个我都想提一提的 另一个项目我们在做的 就是那些叫 原本在香港的大学读书的 非本地毕业生 可以留港 找工作 这个优惠的做法 这个做法 就会延伸去 由香港大学 在湾区的校园的毕业生 都同样可以受惠的 现在已经有三间大学 即是中文大学 科大和浸会 他们在湾区已经有校园 所以那些在湾区校园 毕业的大湾区的学生 他们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 来到香港就业 可以支援香港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我都想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在 今天不是社福 是讲老公 我们都有一个大湾区青年制度计划的 我们鼓励香港人 上湾区去做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向互动的过程 就不是纯粹说 谁靠谁 至于抢人才那里 我们开宗明义都讲的 其实香港人才的本是本地人 本地人是我们的根本 但是大家要明白的现实 就是随着我们生育人口减少 譬如现在我们每一年的不业生 只有5万个 所以我们要补充必要的劳动力 再加上过去两年 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劳动人口是减少了 所以我们提出了要更积极地去抢人才 去补充我们的不够 但是本地人才 如果你看一看我们在教育的投入 我们在再教育的投入 在持续进修基金的投入 政府是希望抢入尽多的资源 去帮好每一个本地的年轻人 每一个我们都这么珍惜的 都希望将它的最大优势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本地年轻人来说 你要相信自己 政府会联同商界 要提供尽多机会给自己人 到底他们的竞争力是最大的 他了解香港 他又是住在香港 所以他们是最珍贵的一批 但是当我们真的不够的时候 你要补足 当我们做大的饼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得益的 成长 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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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渡